如果说有一个理想型的恋爱对象 我想那个人一定是乔然 从从那年这部网剧播出以后 网上出现了一句经典的话 无数成询,唯一乔然 人总是这样 看不清别人是如何爱你的 却还在绞尽脑汁努力去爱另一个人 在青春期的绝大多数男孩都和成询一样 为了喜欢的女孩冲动 想要用一切方法去吸引她的注意 恨不得立马得到她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个女孩是我的 荷尔蒙凤发的一刹那 肾上腺激素飙升 那时候人们会误以为自己可以留住的同时 而对方也永远不会变 成询是这样的 爱上成询的方回也以为是这样 所有的爱情都由冲动开始 却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保持期 但电影始终都是电影 在现实中 我们谁也不是方回 谁也不是陈寻 所有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 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 而在反悔的时候 也都是觉得真的自己不能够做到 所以誓言这种东西 无法衡量坚真 也不能判断对错 它只能证明 在说出来的那一刻 彼此曾经真诚过 我听人说 过去总是美好 是因为遗憾比圆满 更具有悲剧性的凄美 好像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在怀念四年前 怀念那个所谓的遗憾 我说理想情是悄然 因为悄然直到最后 还是白月光 还是小王子 还是丁香花 可现实中 悄然这样的配角 永远都还是不能被爱 匆匆那年呀 我们永远回不去 我们对于爱情的所有行为方式 不是因为不想 而是以为爱情 原本就是这样 所以才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在爱情里放肆 未来的所有日子里 我们都还是要互相亏欠 要不然平和怀眠呢 如果每一个人能完成爱一遍 是岁月身已落下 才觉得眩恋 如果再见不了好眨眼 是否还能红着脸 就像那年 就像那年从错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耀眼 就像那样美丽的坚留 别带过平时牵手 别带过平时牵手 谁甘心就这样 彼此无瓜有钱 我们要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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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互相互相 我们要互相互相 我生活中觉得有一点甜 就像是那句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如山间清爽的风 如古城温暖的光 从清晨到夜晚 从山野到书房 只要最后是你 就好 这种感觉就像是 我从未见过未来 那个我最爱的人 却感觉他在我身边待了好久 似乎就像是阳光一样 从来没有离开过 张佳佳在书里说 全世界没有人在等 是这样的 一等 雨水将落满丹行道 找不到正确的路标 全世界都不知道 谁在等谁 由张佳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我冲着张佳佳去看了 电影里 毛十八颤颤抖抖的拿着戒指 单膝下跪向荔枝求婚 毛十八对沉默说 曾经我梦想成为一个发明天才 现在 我理想作为一个修理店老板 因为我要给荔枝更好的生活 猪头拼了命地赚钱给燕子 她的全世界只有燕子 他们谈了八年 燕子最后跟她替了分手 也许大多数人都觉得燕子利用了猪头 可爱情这种东西 哪有什么对错之分 难道说这么多年 我们之间只有利益 没有一点点感情吗 所以这么多年 要说错 我们都有错 像比起燕子和猪头 我可能更羡慕毛十八和荔枝 或者说我现在终于明白 只要是跟爱的人在一起 什么理想大志 什么天长地久 都比不上这一刻 我牵着你的手 猪十八依然捣鼓发明 兼修理她的家电电器 同时也给荔枝安稳现实 陪伴的生活 看似那么不靠谱的人 却做着那么靠谱的事 电影的主题曲 由王菲演唱 叫《我在终点等你》 王菲唱道 没有你的地方都是他乡 没有你的旅行都是流浪 那些兜兜转转的曲折与感伤 都是翅膀 都为了飞来 你肩上 如果可以 我也愿意在终点等你 住进我的心里 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被所有的人不见 都要理解你 准备好的测量你 天际的浮云 你却最终点帮我 少你有余地 我赶念成全了你 真错的往昔 只想你找回了你 像你的热情 然后就拖着自己 到山庄凝聚 你却在终点等我 住进你心里 我留着你 我留着你 就能拖着自己 你能拖着自己 我看你 你必须要求你 你能拖着自己 你能拖着自己 你快点划我 你不想摆一样 无问西东上映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去电影院 看了这部电影 看完之后 在已经亮灯的影院 久久不能平静心情 说不出是有什么感觉在作祟 可心里就像是 被什么东西给触动 王敏嘉在毁容后 回到了陈鹏的家乡 在四下无人的房间里 他有机会 却并没有做 越雷池一步的事情 他给出了一个男人 能给出的最真挚的告白 王敏嘉说 我害怕 我一闭上眼睛 就觉得自己一直在往下掉 陈鹏说 你别怕 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 我就是那个给你拖底的人 我什么都不怕 最怕你往下掉的时候 你推开我 不让我给你拖着 这一次 陈鹏牵起的不仅是王敏嘉的手 更是他的命运 最后他们之间的故事 是王敏嘉为爱走天涯 去寻找爱人的场景 是你的爱拖住了我 我也想照顾你 在反观现代人的爱情观念 是权衡利弊的实际 是门当户对 条件匹配的精明 好像物质占了爱情中的70% 剩下那30%中 还有三观 学识 背景 等因素 最后留给爱的 只有那可怜的百分之几 说不上风 一吹就散 但也经不起岁月的磨练 甚至走两步就散了 所以在听到那一句 你别怕 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 我就是那个 给你拖底的人的时候 许久不跳动的心 突然为了这样的爱情 跳动了一下 但无问西东 不只是有爱情 还有国家 还有民族 还有现代人心中 爱的本真 我还记得 电影的开头 是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提前了解了 你所要面对的人生 你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但我想 来人间一趟 无问西东 是西红 带流的草叶一趋火 是谁说 经过的路都是必须 牧难尽收获 牧难尽收获 谁做不 牧难尽收获 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 就分身做个灵状 就分身做个灵状 就忘那青春涌 牧难尽收获 为生之自由 梦天对着手 有情有梦 鬼才灵犀 这一奇幻又细腻的歌词 与王妃空灵又魅惑的嗓音 相来是绝配 在他们俩合作的那么多首歌中 流年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也是我觉得最惊艳的一首 似乎每一句歌词都勾勒了 交织着梦幻与无奈的照面 没有一句让人感觉是多余 或是堆砌的 而王妃 明明是那样轻描淡写的轻唱 却深深地让人听出了 流年里的惊心动魄 我曾看过一个回答说 王妃的流年里的一句歌词 懂事之前 情动以后 长不过一天 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回答说 爱情让人一夜长大 尤其是出现波折 甚至悲伤的爱情结果 没能幸免的爱情 情动以后 苦练过一个人就知道 爱情让人很快 在爱情心理方面成熟 所以就懂事了 长不过一天 则是一种夸张一点的羞辞手法 倘若你真实地爱过一个人 便会懂得那一种心情 关于爱情的定义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 可对于爱人的那点心情 想必我们也是大相径庭 我们遇到那个人的时候 任何一点点小的细节 都能看出与他的一点点相关 然后我们把这称之为缘分 然后在爱里唱到 有生之年 狭路相逢 终不宁信念 当下的我们 以为这份爱情是一生最爱 于是认定了 自己栽在了这个人手上 认为手心长出了纠缠的曲线 然后我们将在这份爱里 缠绵于永恒 却算不出流年 遇见一场烟火的表演 用一场轮回的时间 用一场轮回的时间 最为心流过 来不及说再见 一场轮回的时间 一场轮回的时间 已经远离活一光年 有生之年 下渡相逢 终不能信念 手心忽然长出 纠缠的曲线 终不能信念 总是之前 情动以后 长不过一天 留不住 算不出流年 自由生痴念 下路相逢 重不能情念 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懂事之前 情动以后成不过一天 那一年让一生改变 豆子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如果不是很爱你 谁又愿意做甜狗 好像最近突然 刮起了一阵甜狗式爱情 这意思就是 我一个劲的捧你爱你 你在享受这个过程 而我连备胎的命都没有 至少备胎有一天也会转正 而甜狗一辈子只能是甜狗 豆子说 我以为他喜欢我 我夸他侧脸好看的时候 他说因为情人眼里除夕失 我记住他生日 给他准备了大惊喜的时候 他说只有我对他最好了 那一瞬间 我以为我马上就能成为他的女朋友 我连撒娇卖萌萌都学会了 我说 我们要不然在一起试试 他说 要不我们先做朋友 可说完这句话之后的两个礼拜 他就在朋友圈 PO了一张亲密的接吻合照 说 我最爱你了 豆子问我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 要是真的喜欢你 怎么会舍得让你做甜狗 怎么舍得先做朋友呢 这一场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的恋爱 给了豆子很大的伤害 但其实 不只是豆子一人 这样的故事 已经无数次发生在千千万万的人身上了 你那些自以为能够走进他心里的瞬间 都只是错觉 他也不会在你身上放心思 你以为你是他的特别 但没有想到 他只是挖了一个坑 等着众人往里跳 他是你的浪子 可你却不是他的爱 感谢他赠你一场空欢喜吧 其实你只要记得 真的爱你的人 怎么舍得做朋友 怎么舍得让你等 就够了 甜狗和爱梅一开始 就已经是不爱你了 在斗圈 那情要怎么可算断 你的意想 今天我再穿 未留住你 却仍然混乱 会会再次浮游天之间 望不穿这爱梅的眼 爱梅的眼睛 爱我自这爱梅的眼睛 终顺到怪坏 无论多贪 有意再次浮游天之间 望不穿这爱梅的眼 爱梅的眼睛 爱或情借来甜一晚 总顺到怪坏 无论多疼 偶尔再次正让你之间 望不出这奈眉的眼 此事难隔仍然哼唐 天早非难想告别偏微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了 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睛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天 永远相信我们前世永远 今生的爱情故事 不会再改变 永远用这一生当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走遥 心中的爱情故事 你三际中的爱情故事 你三际中的爱情故事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那种 梦想就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田 你相信我们前世永远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你用这一生当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边 我一直在你身边 从未走 哈喽各位在电播前等待的天使小宝贝们 这里是陪你度过一段浪漫时光的 We Go Down 专栏节目 每周我们会在这里为你送上 不同音乐人的音乐和一些小故事 也许这些小故事让你感同身受 也许让你回味良久 也许让你恍然大悟 我们在这里陪你想念 也陪你展望 如果节目内容你还喜欢的话 请动动小指头收藏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平台 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些欠缺 赶紧评论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建议和你喜欢的内容 我们会努力改进 力求让人爱上 她呀 好像身上有光 无论在哪里我都能看到 即便在人海我也能一眼看到她 身边的朋友都问我 她有什么好 是啊 她有什么好呢 只是被我扎扎实实的爱过五年 只是被我放在心里五年 可是这五年呀 曾经的暗用 现在回想起来 都是自己一厢情愿 这五年也是一厢情愿的 喜欢了一个人 谁知道这份爱对她来说 是不是负担呢 有一段时间 王妃的歌是我的精神良药 暗涌下面有一个点评说 年轻时最好不要遇到太惊艳的人 不然后半生都是遗憾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咯噸了一下 你看我 过了五年还放不下一个人 这五年过得不好不坏 有点像行尸走肉 这五年我喜欢过别人吗 当然 可却只停留在喜欢 甚至是好感 一点点爱都没有 我能喜欢他们一个月 也能喜欢他们一周 可却爱了她五年 破碎故事之心中写到 爱你是我唯一重要的事 莱斯特小姐 有人认为爱是性 是婚姻 是清晨六点的吻 是一堆孩子 也许真是这样的 莱斯特小姐 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我觉得爱是想触碰 又收回手 我觉得爱是你 是我看遍世界之后 还是只想爱你 是我来来回回在人间夺步 最后却只想回到你身边 爱是暗影 若我反映你心 有这口音调声 马上去下阵 曾多么想 多么想贴近 你的心黄难 口我已亦没半分 我都知不近 害怕悲剧中意 我们明终明终 愈未来的东西 我愈不可疼 历史再重演 寻我烦烧成终 没有理由 相恋可以 没有能用 其实我再去 爱识你又有何用 难道这次 我抱紧你未必落空 然后就没输 我必再有想 什么我都有预警 然后针不开两眼 看命运困难 然后天空又再有你 默默 然后天空又再有你 默默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过了十九年 王妃和窦维 还是一段流传在房间的佳话 至少比她和李亚蓬有聊头 1995年初夏的一天清晨 香港记者摸到了北京小胡同深处的四合院 悄悄地等候一旁等待王妃的出现 此时其中的一扇门开了 从里面走出一个穿着普通睡衣的年轻女人 头发蓬松睡眼朦胧 一眼看上去 这女人和北京的任意一个胡同小巷里的其他女人 没什么不同 甚至看上去就是一个生活平凡的女人 仔细观察才发现 她竟然就是王妃 王妃的手里端着一只装夜尿的痰玉 她踏着拖鞋 向那间又脏又臭的公共厕所走去 记者啪啪啪地按下快门 这张照片很快就出现在了香港的媒体上 整个香港社会为之大华 众人产生了不解 一个身家数千万的天王巨星 竟然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可这样为了爱情放弃一切的王妃 似乎比在舞台上更有魅力 但我好像能够从她唱的 我愿意中感受到她的心情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 被放逐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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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力抗拒 特别是夜里 我 想你到无法呼吸 恨不能理解 找你狂奔去 大声地告诉你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忘记我心意 就算多一步 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世界 不可惜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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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珍惜 那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为你 《肖旺书》这个名字是来源于一部日本电影的名字 在王妃出版的CD上的解释是《笑着遗忘的情书》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李荣浩唱的 我单曲循环了好几天之后才去听了王妃的原唱 王妃果然还是那个王妃 看似漫不经心地哼唱出来 却在不经意间又撩动了听者的心弦 灵溪在《笑望书》的时候说 《笑望书》里谈到了很多爱自己 保护自己的方法 可是我始终还是一个残忍的人 比如其中写道 指望别人来教你的话 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 你有问题 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 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 这听起来好像是大道理 但现实是 一个人绝不会长期爱一个性格有问题的人 他可能会照顾长期生病的父母 生病的爱人 可是对于一个心里有病的人 他不会把自己的爱长期付出 爱情和可怜 同情 怜悯 责任感不同 很久以前 我以为爱一个人 就是将我觉得的一切好的都给他 于是我在那段爱里一直付出 付出一切我觉得好的 后来我经历了一段我觉得很累的爱情 对方也是将他觉得好的一切塞给我 我觉得喘不过气 甚至觉得这是负累 我才终于明白 那不是爱 是我的自私 不久前我又遇到了曾经的那个人 我发誓 自己再也不能给他 让他喘不过气的爱情了 我要给他自由 要给他快乐 要让他觉得是独立的个体 但愿以后我的爱 都不会犯同一个错误吧 才能对别人在乎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从开始哭着嫉妒 变成了笑着邪悟 时间是怎么样 爬过了我皮肤 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将这样的感触 写一封情书 送给我自己 感动的要哭 但就没哭 不是为天大的幸福 将这一份离物 这一份情书 给自己祝福 可一不在乎 再能对别人在乎 让我亲手 将这样的感触 写一封情书 送给我自己 感动的要哭 但就没哭 不是为天大的幸福 就好好将 这一份离物 这一份情书 给自己祝福 可一不在乎 才能对别人在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天在餐厅里 突然听到了矜持 于是我不自觉地唱了起来 对面坐着我最喜欢的男孩子 我唱着这首歌的时候 一直看着他 我在想啊 其实在你面前 我也可以放下矜持的 跟你撒娇卖萌 说着我喜欢你啊 这样原本我认为很矫情的话 其实一开始听到这首歌 为他着迷 是因为王妃开口的第一句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魅力 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 一下子好像把我的心事都唱了出来 那种感觉 说不上来 不是求而不得 也不是躲躲闪闪 而是少了那份说出来的勇气 多了一份胆小的矜持 和天马行空的幻想 时常在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会幻想和你的未来 比如 我会靠在你的怀里 我会和你窝在一起看电视 我会抱着你说 我好爱你 但我知道 睁眼就会回到现实 有人说 从来没有人把暗恋的心酸 唱得这么坦荡 可王妃就能做到 唱得坦荡里 总有一丝小心翼翼 喜欢的矜持 却不敢对他坦荡 这才是暗恋最难过的心酸吧 对于深藏心中的那个人 喜欢却不能明目张胆 失落伴随着矜持 不过 好像这样的矜持 才不会打破暗恋的幻想 才不会担心再回到陌生人 才不会接受 可以不出现的拒绝 你其实只要知道 我是爱你的 我爱你到底 就够了 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 你终于在意 爱你到底 爱你到底 身边第一次我放下矜持 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深深去爱你 深深去爱你 花月之城 让我重新看到了一个王妃 和重庆森林里那个看起来灵气满满 鬼点子很多的她一样 过了这么多年 她一点都没有变 王妃之所以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除了她独特的声音与唱腔之外 还有她的穿搭 现在时尚圈的穿搭 都是王妃十几年前玩腻了的 所以说 时尚是一个轮回 作为歌手 她其实并不喜欢 自己在表演时流露出过多的个人情绪 她大概是觉得唱歌给你听 而不是用个人情绪来影响你听歌的心情 我时常觉得她唱歌一直是靠一口仙气撑着 听不出过多的情感 却觉得有一点点悲伤 现在的王妃 好像越来越多人喜欢了 我们听懂了她的歌 看懂了她的爱情 毕竟王妃只有一个 我们都想和她再相遇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约定 送给你们 这里是微狗FM 外国电台 微狗档专栏节目 我是Sally 我们下期再见咯 看着天地 仿佛也想不起自己 仍未忘相约看漫天王也愿飞 就算会与你分离 猜绝的气 要决心忘记 我便记不起 明天天地 只恐怕认不出自己 仍未忘跟你 一定假如没有死 就算你撞阔空谈 不敌天气 想不满白 都可认得你 Zither Harp 还记得当天 吉他地和愿 还明白每段算了地 浮世 当天街角流过 你星线 沿路里 只如过退遍 望着天地 仿佛也想不起自己 仍未忘相约看漫天王也愿飞 就算会与你分离 我便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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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天地 只恐怕认不出自己 仍未忘相约看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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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晴天 不知天上共去 今夕是何年 我與正逢歸去 為公去樓宇 高處不生寒 起舞夢輕易 何死在人間 轉駐隔地活著不滅 不應有恨 何時常相別 失憂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故難求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纏久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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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故難求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纏久 作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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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春风归去 唯空穷有余 到处不生寒 岂不弄轻易 何死在人间 转住个第一护罗照无灭 不应有恨 何时长相别 别失落 别失落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阴晴越缺 此时孤难求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久 哈喽各位在电播前等待的天使小宝贝们 这里是陪你度过一段浪漫时光的微勾档专栏节目 每周我们会在这里为你送上不同音乐人的音乐和一些小故事 也许这些小故事让你感同身受 也许让你回味良久 也许让你恍然大悟 我们在这里陪你想念 也陪你展望 如果节目内容你还喜欢的话 请动动小指头收藏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平台 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些欠缺 赶紧评论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建议和你喜欢的内容 我们会努力改进 力求让人爱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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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